機仔古巨機近日正為在四月尾舉行的演唱會積極彩排 早前他就更加去到廣州拍攝演唱會的3D立體部分片段 而除了為演唱會忙碌之外 機仔近日更加以誠意力要Shirley關屬而合唱新歌 在這日的MV首播儀式上 他們兩個亦都乘機互粒高舞 以前見面應該要數到就是以前我當主持的時候 那如果說合唱的是第一次 那今天非常高興就是跟Shirley有這樣在歌曲上面的合作 一向我都很喜歡Shirley的聲音 很喜歡她很自我的一種唱腔 那所以很開心跟她合作 Shirley來 其實我以前就是沒有想過會跟機仔 就是有機會去就是合唱 那這一次我覺得是很好的機會 而且我們碰上了一首非常好的歌 然後我覺得記載的聲音真的很好 其實我錄的時候我是有一點彷徨的 因為我覺得她的聲音怎麼好聽 好像就是對啊我是很盡量盡力的去唱 對 沒有你聲音是更好的 除了合唱之外 機仔原來還趁機找了Shirley做她演唱會的嘉賓 還得到Shirley一口答應 剛就已經邀請Shirley來當我演唱會的嘉賓 我非常非常多謝她 她已經答應了 所以到時候我們會在現場 有現場的演唱這首合唱的歌曲 對我很期待唱現場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拍攝的過程 還有這個錄音的過程 就是都沒有碰上 我們都是分開來錄或是拍的 所以我們唱這個現場 會是我們第一次真的是合唱 所以我蠻期待的 我希望加上這個舞蹈 對啊 我們拍舞去吧 OK 機仔和Shirley的首度合作固然令人期待 不過Shirley的粉絲當然都很關心 Shirley何時才會推出屬於自己的新專輯 但Shirley一向都出名萬東出細貨 那還要等多久啊 其實剛剛把歌完成了 其實完成了已經差不多幾個月了 其實我跟你的那個歌曲 就是我最後的一首 所以就是對把歌 就是把歌錄完了 現在就是要看公司什麼時候發片 對 對 對